大家好,歡迎收看《螢幕八爪魚》 因為新冠疫情的問題,所有人多的活動都會轉移到網上舉行 而加拿大東西兩岸和TVB紅星的年度大Party,今年會再次轉移到網上舉行 但有些不同的就是,一群粉絲有機會和TVB偶像連線對話和玩遊戲 如果你也想玩的話,一起去FairChannelTV.com 填寫報名表格 另一個因為疫情關係而要轉移到網上舉行的活動就是中橋聲輝夜 一起和大家重溫當晚的精彩情況吧! 新時代傳媒集團多年來全力支持中橋聲輝夜 繼續派出新聞主播鄧曉欣為曼宴擔任思議 曼宴雖然轉移到網上,但節目和往年一樣多姿多彩 應屆溫哥華華瑞小姐,精營亮麗新星獎得主曹晶晶Ario 亦是參與其中 送上遊合了歌舞和舞術的綜合表演 為中橋聲輝夜感上添花 而曼宴特別表演嘉賓 香港小姐兼溫哥華新秀冠軍 周美恩Loretta 就為各位善掌送上一首又一首 耳熟能場的中英文動聽歌曲 2021中橋網上聲輝夜 籌得總善款高達27萬 善款將用於關注家庭和心理健康精神 例如輔導服務、中橋心理熱線 和多元文化早期兒童發展服務等等 先上的曼宴能夠順利舉行 就體驗到哪怕是疫情這麼厲害 人間依舊是充滿住愛的 大家多行一步就會為這個世界 送上多一分的愛心 而另一方面 卑斯與業協會再次為本地的社區 帶來好消息 等我馬上和協會總經理Jeremy 一起聊聊 Hello 你好 Jeremy 很高興見到你 我知道非施省與業協會 又再次為本地的社區帶來喜訊 因為你們將會慷慨捐輸 一萬元給嘉儀中心 為何會選擇嘉儀中心為受惠的機構 你現在看到了全年齡人 都在危險的疫情 和病毒上的疫情 還有新人 會有很多症狀 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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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最近跟餐廳和餐廳的餐廳 在一個獨特的提供 我們幫助餐廳的餐廳 非常需要的 在一個很安全的方法 幫助餐廳增加50,000元 給餐廳的孩子 不需要餐廳的 提到早餐方面 為什麼早上起床 第一餐的食物 有奶類的產品是這麼重要的呢? 首先因為它味道很好 但吃得健康的午餐 會給你需要的能力 去專注注入你的早餐 豆腐是充滿了 像素材、藥物、D、氧化 很容易加進一道菜式 或是自己的 在疫情期間 一群奶籠如何維持正常的供應? 豆腐的農業都在每天天 確保牠們的牛肉 而言之,乳酸是非常充满的, 而是在所有人在Colombia。 在最初的疫情的疫情, 我们的货币是离开, 但它不断, 而且在第一几个星期中, 我们没有货帮助, 保持健康,健康的药物品 在美食品和食品时, 当他们在隔壁中的食品中, 你也知道, 加上保持持续乳食供 加拿大農工人 会接下来一天的确计 整体的计划和方法 每天都保持持续乳食供 乳食是经常核心 接触及执行与很具体的计划 谢谢Jeremy 我们也很开心 邀请来嘉宜中心的代表 Margaret 跟我们讲一下 嘉宜中心在疫情的这段期间 遇到什么困难 在这个新冠状病毒的情形之下 我们有一个叫Focus Group 聚焦小组 这些都是照顾长者的家人 因为这段时间 家庭护理服务都已经中断了 他们除了要帮助长者 令到他们不要感染 而且还要满足他们日常的需要 以及对于比较少出外的长者 就要照顾他们的精神 以及他们的情绪的支援 这方面对他们来说 都是非常负荷的很多的 我们扩充我们的服务 就令到希望令到他们 可以应付任何的情形 和减少压力 我们有一个互助小组 就是令到这些照顾者 大家可以互相交流他们的心得 经验 和说出他们心中的感受 让他们觉得不是孤单 那善款你们会用在什么用途 第一我们很感谢 是Besee Dairy Farmer 对我们中心的捐款 我们会用这个捐款 来推广长者的健康饮食 所以我们有一个健康饮食生活系列 是3月和4月 是会在网上推出的 就有营养师和营养顾问 就用他们专业的知识 来帮助长者和照顾者 知道他们如何饮食规律 和保持健康 网上世界就有很多消息 但是大家如果不想 给一些假消息来蒙骗了的话 就记得一定要fact check 来去查证一下 而大家如果是有信息 想我们来帮大家求证的话 就记得email给我们 我们就会找来专家为大家求证 而今个星期也请来 Dr. Quan和大家 一起来fact check 一件事 就是打了新冠疫苗之后 是否等于有了新冠的抗体 完全免疫呢 打了疫苗有没有抗体 这个就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我们打这么多种疫苗 每一种疫苗都希望可以 引发身体制造抗体 抵抗病毒 抵抗病毒 而主要是抵抗S蛋白 那么 Pfizer 和 Moderna 是用mRNA的技术 而 AstraZeneca 和 Johnson & Johnson 是用DNA的技术 要看到它让身体可以制造抗体 抗体是黏黏在病毒的表面 而令它不能侵入身体的 现在所有的转体都是令到它没有那么容易 这些抗体黏在病毒 而每一个药厂都是不愿地向这个努力 而令到一些疫苗更能有效去打击一些变种病毒 谢谢Dr.Pan 说到加拿大一些标志性的东西 除了Hockey和工业之外 就一定是数到陶藤 大家都知道在Standy Park有陶藤 相信来到旅行的朋友 一定会到Standy Park 去打卡和陶藤 但大家又知不知道陶藤 原来是记载着原住民的文化和故事 而大家如果想认识更多原住民的故事和文化的话 我就有位朋友举行了一个网上的讲座 让我和他聊聊天 让大家认识多些 Hello 你好Esther Hello Steven 你好 Esther 我只知道这个Eagle's Rising 展英计划 就是一个和原住民有关的讲座 不如请你和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展英计划Eagle's Rising 其实都是由文化根深研究中心主办的 我自己就是做这个的讲座 我们是希望将原住民的历史和殖民地历史 可以将它介绍给华人知道 因为我想很多时候 我们华人移民之后 其实都没有什么机会去听这个题 或者去学习的 很多时候可能只是在新闻听到 但是在我们日常里面 他更深的认识就很少这个机会 所以我们都想服务社区 所以就将这个题目和大家分享 那这一次的讲座 会和大家探讨原住民哪一方面的题目呢? 其实我们是分了五堂的 就是在三月到四月里面 每一个星期去讲的 里面不同的题目包括 比如说加拿大对 加拿大原住民的基本认识 比如他们怎样分开他们的民族 或者是哪几个的group 另外就是有一些 譬如有一个叫做land acknowledgement 原住民的领土确认仪式 很多时候我们官方都会看到 有些人的host 会说 我们acknowledge 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个土地 就是Squamash Musqueam Nation 那为什么会做这些这样的事呢? 那这些我都会去解释 那另外就是都会讲 比较详细些去讲 这个原住民的寄宿学校 那个的铲痛的历史 那再加上可能 有时我们在新闻 会看到其他的题目 比如说原住民的保留区 什么叫做reserve 那个土地的管理政策又是怎样 或者是游长 原住民游长 我们可能听过 世袭游长 或者是民选游长 那究竟是怎样分开 和系统是怎样的呢? 那另外到最近 比较一些contemporary的题目 就是比如说 加拿大的失踪和被杀的原住民女性 和这个六十年代的叫做60s groups 就是他们当时是强迫原住民的孩子 是寄养的 那到最后我都会讲一些 是几个 介绍几个古武人心的原住民领袖 给大家去认识的 那所以 都很多很多的 很丰富的题目 那以上你讲到的这些题目 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是的 其实我觉得 我自己都作为一个移民 我九岁的时候 就移民 由香港移民到这里 那当时其实对原住民是完全没有认识的 在学校都没得学 就是都很少说这些东西 到我自己18岁的时候 开始做义工呢 就认识到一些原住民 那有几个的原住民祖母就告诉我 他小时候去过寄宿学校 那些的惨痛的 又被虐待的经历 那才令到我 原来有一段这样的历史我都不知道的 所以继续再想到 其实我们加拿大华人移民 接受了 在这个土地 我们都接受了很多的祝福 但我们有没有想到 其实 就是住在这里的第一民族 就是第一国和原住民 他们一直都在这里 但原来他们都经历过 一段被殖文化的 很惨的一段历史 那我们有没有去认识 或者去关注 去关心呢? 尤其是移民 亦都是很少机会 去用自己的语言听 学习这些题目 所以我觉得是很重要 如果有这个机会 我们都可以大家一起 去学习和去关注 而大家如果想参加的话 可以怎样联系你们? 那很简单 可以打电话给我们机构 604-435-5486 或者是email info at crs.org 就可以去报名 我们也有个网站 www.crs.org 那里也有一条link 也可以在那里报名 谢谢Esther 大家想了解更加多 加拿大本地文化的话 就不要错过这个讲座了 而讲到多伦多的活动 大家如果都不想miss的话 就一定要和Cindia 练线看一看 Steven 和我练线就对了 因为一会儿 我会和大家去Drive Through 珠罗纪公园 之后会去Yofville 年度冰雕子 所以千万不要走开 广告之后 我们继续 螢幕八爪鱼 2021 魅力凝聚新时代 重磅回归 大家准备好未? 今年的魅力凝聚新时代 将于5月9日母亲节当晚 在新时代电视一台播出 TVB人气花旦小新 将会攜手登场 以线上模式 越洋为粉丝送上欢笑和惊喜 直客追踪新时代电视 Facebook专页 填妥报名表格 就有机会和TVB红色一起玩游戏 赢奖品 头100位参加者 每人更加可以获赠 2支旅行中 8高班杀菌噴霧制 先到先得 报名参加游戏 绝对机不可杀 以下这个活动 和不少朋友到日洋等到 顶都长 可以坐车游览的 侏罗纪公园 Dino Drive 终于来到多伦多了 活动选址 慢感市 Markham Fairground 是封锁令之后 第一批重啓的活动 这是一个完全无关的 运动活动 大概25分钟 我们能够走 XDino Drive 我们快要回来 我们能够走 你能看到一个后面 真的很有趣 真的很有趣 很有趣 非常有趣 非常有趣 很介绍 我们认为家人一定会喜欢 这就是一件事 我们不只是有Dino Drive 我们有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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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趣 很多人很有趣 活动第一天 车龙不绝 不少人都一家大小 齐齐出档 準備穿越去遠古時代 主辦方希望游覽過程除了好玩 更加要有教育意義 為了保證遊客可以安心出行 主辦方提醒大家有幾點需要注意 這是非常安全的環境 但我們請大家享受很多玩意 活動不切即場售票 大家需要提前上網購票 預約入場時間 主辦方建議大家 在預約時間前30分鐘到達 有序進入Dino Drive 活動將會一直持續到3月28日 想親身去豬羅紀公園探險 記得足夠時間啦 對於不少貪美的女士 減肥絕對是春季的頭等大事 坊間流行的山童飲食法 號稱可以幫助大家越吃越瘦 究竟可以吃些甚麼要怎樣吃 一齊聽聽營養師的意見 關於山童飲食 相信大家都有很多迷思 我就準備了幾個上肩問題問一下Margaret Ketogenic diet在現在這個時代是很流行的 因為它的重要部分 就是它可以令人很快 在3個月減到磅 山童飲食 基本上90%的飲食是脂肪 另外蛋白質是適量的 譬如每天有60至90克的 protein 碳水化合物就很低 大概20%是碳水化合物 蔬菜就是提供這隻食物 地面上生的蔬菜 譬如綠葉蔬菜 地面下面生的譬如蕃薯 它不提供你吃 問題一 山童飲食需要攝取大量脂肪 對於身體有什麼影響呢 開頭的時候當然有一個飾現期 但通常人說這個Ketogenic diet 他們的感覺就是覺得人很累 當他很累的時候 整天好像一種想作病作感冒那種感覺 另外就是因為那個脂肪量很高 有些人腸胃受不了 受不了他就會吐舌 再加上因為他很嚴格 他真的要你很高脂肪 很低碳水化合物 這個飲食是不可以維持很久的 譬如說你明天或者下個月 有一個很大重大的燕會 你一件很漂亮的衣服你要穿 你要配合得一 你要在頸頭上是最漂亮的 這樣你可以用這個方法 在最短的時間減到一些磅 配合得有件衣服 全場最注目就是你 不過你不可以做得很久 有一些研究是做到給那些有糖尿病的人 他們發覺因為你吃很多脂肪 很少碳水化合物 你的血糖基本上是很平穩的 你很少說高高又很少說低低 所以他們發覺到 我甚至可以吃少些藥 或者是我甚至可以不需要吃藥 但是我提議 凡是有病的 有任何的長期性病的 都應該是先和醫生 或者是主策營養師 商量如何做 因為他們可能吃藥 可能他們的病情有不同的處理方法 要看如何配合這個Ketogenic Diet 問題三 餐和飲食 是否等於任食不生氣 可以這樣說是沒有限量 因為你大概90%是脂肪量的時候 基本上跟你說是任你吃的 你喜歡吃多少炸飲料也好 你用多少沙拉製造也好 如果你吃飯的時候 如果你吃過半杯飯 或者是四分一杯的飯 你可以放多多油 用很多的油來炒你那碟青菜 也可以 注意的東西就是希望 因為我們說是吃脂肪多 以及吃蛋白質多 你要小心的是 就是希望你盡量用的脂肪 都是對心臟好的脂肪 例如 在動物脂肪 用多些是植物的脂肪 有些人是非常極端的 因為他們要用90%的脂肪 又不可以用牛奶 所以他們甚至在咖啡裡 是放牛油的 但無論你怎樣也好 當你的脂肪量是很高的時候 你會覺得人很飽 沒有什麼需要吃很多東西 但是是需要找一個專人來看著 你做得對不對 還有你有沒有缺少了什麼營養 疫情期間 最關注的就是 可以周圍飛 周圍去旅行的日子 以下這個活動 就說無據封鎖令 幫大家收拾好行李 一起出發環遊世界 護照 太陽眼鏡 連Bikini都幫你配賣 多倫多冰鎖節 邀請大家一起去旅遊 多倫多冰鎖節 Yorkfield Ice Fest 今年以A Trip Around the World 環遊世界為主題 活動主辦方 將市中心幾條主幹道 改造成擺滿冰鎖的行人專用區 與以往不同 冰鎖並沒有集中在一個地方 而是分佈在專用區的不同段落 這樣做 一來可以避免人群聚集 二來可以趁這個機會 帶往市中心的商業區 今年的冰鎖節 以世界各地的著名景點為設計主題 不同國家的地標式建築 都以冰鎖的形式出現在活動現場 大家可以去島城 拉斯維加斯試下手氣 走兩步 就去到夏威夷 和另一半跳飯拍草群舞 馬路對面還有紐約的士 等一會還可以載你去看自由女神像 去完崩美洲 並吊節繼續帶大家玩轉歐洲 第一站可以去白金漢宮和衛兵拍照榴槤 再去泰布斯河旁邊的大笨鐘打卡 順路探訪希臘神殿 感受遠古時代建築 歐洲之旅的最後一站 我們就來到意大利 欣賞建築界的奇蹟比薩斜塔 今年的冰鎖有三個罪值得留意 第一,最colourful 設計師將牙料融入冰鎖 令冰鎖更生動有活力 第二就是最高溫 由於疫情關係 原定2月初舉行的冰鎖節延期到3月中 開幕首日的氣溫高達10度 雖然天氣回暖可以吸引更多遊客 不過冰鎖也會變得更加脆弱 第三個罪就是距離最遠 主辦方要求所有參觀的遊客 要自覺保持兩米距離 保障自己和大家的安全 51個冰鎖分佈在 Bloor & Yorfield商業區的不同角落 想成功打卡51個冰鎖 少一點腳骨力都不行 另外,為了幫助大家抗擊疫情 主辦方更加和加拿大最大型的食物援助機構合作 雖然遊客可以免費入場冰鎖節 不過主辦方就鼓勵大家可以上官方網站為有需要的人士捐款 一連三日,IceFest 多有在自己的社交媒體 以及視頻帳號直播冰鎖節的現場 主辦方更加以Virtual Tour 虛擬瀏覽的形式 將冰鎖作品通過網絡送給每一位市民和遊客 籌備今次的冰鎖節出動了十幾位藝術家 過百位工作人員 以及超過六萬八千磅增兵 花費這麼多心思 都是為了帶給大家一場Good Show 辛苦了 富士山,大笨中還有陽光與海灘 希望快點和你們見面 Steven,你是不是很想到可以到處去旅行的日子呢? Cindy,我簡直想飛過去 不過我還是Staycation算了 去World Trip和去Island 都要等疫情過了之後再去 而Spring Break也不等於大家可以到處去 記得是繼續遵守政府的防疫指引 而講到這裡,我們今集時間也差不多了 下星期同樣時間,我們螢幕八爪魚再見 拜拜 下星期五 下星期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